华尔街主要指数周二2月16日开盘创下历史新高 投资者扎堆进入经济敏感股 希望获得更多财政援助 以使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摆脱新冠疫情导致的低迷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上涨13.7点 0.04%至31472.0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时上涨4.8点0.12%至3939.6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56.7点0.40%至14152.215点